晚上21点,郑威宣布了意外决定 中国女兰三大核心,杭州亚运会有变 世界杯功臣无缘亚运会,李孟董了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关于广大的中国女兰球迷 也是高度关注的咱们中国女兰在亚洲杯夺冠之后的一些情况 那么在中国女兰拿下了亚洲杯冠军之后 可以说是继我们世界杯拿到亚军 又一次带给了广大中国女兰球迷一次意外的惊喜 那么拿下了亚洲杯的冠军,全队已经就地解散 开始进入到了一个短暂的假期和休整之中 那么部分在海外刘洋的队员们已经返美开始参加WNA的比赛 那么部分在国内联赛打球的球员则是进入到了一个短暂的休整 休整结束之后将会在16号在清远基地进行一个全新的集结 备战下一个阶段的比赛 而中国女兰接下来在下半年最重要的一项比赛就是杭州亚运会了 9月份在咱们家门口举办的杭州亚运会 可以说中国女兰作为东道主球队 那么参加这种国际综合性的国际比赛 它相比女兰亚洲杯的比赛的话 我们如果说能够在这种综合性的比赛中拿到女兰的冠军 这个冠军的分量是要比亚洲杯更重的 所以说眼下来看 这为我们中国女兰明年的奥运会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都将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所以说今年9月份的杭州亚运会 中国女兰将会派出怎样的阵容出战 又能否拿下亚运会的冠军将十分值得我们期待 那么值得一提 在亚运会上 中国女兰最主要的竞争对手 同样还是日本女兰 日本女兰作为东京奥运会的女兰亚军队伍 对吧 她肯定短期之内 是中国女兰在亚洲范围内最强的对手了 此前在亚洲杯的决赛中 中国女兰在缺少了李月如 黄思靖和杨立维三大主力的情况之下 我们依旧能够击败日本 逆转她而拿到了冠军 足以证明了中国女兰目前的优势是非常大的 但是同样我们也都知道 接下来日本女兰肯定卯足了劲 想在亚运会上复仇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女兰我们一定要做好自己 争取在亚运会之前 持续完成我们整体战斗力的升级 那么同样 此前像黄思靖 武童童 包括杨立维 以及李月如 这几位核心队员 他们的伤病究竟怎么样了 其实此前一直都是扑朔迷离的 尤其是李月如 黄思靖 武童童这几个人 对吧 一直是没有参加这一次亚洲杯的比赛 他们几个人的伤情此前传出来 伤的都很重 有的任在私利 有的都是伤情的幅度都很大 所以说短期之内很难回归赛场 所以说这也让广大的球迷担心 如果带着这套残阵再去亚运会的决赛中 如果再打日本的话 我们再打一次 我们不敢说就能够稳赢他 对吧 这是我们很多球迷最担忧的一件事情 但是好在呢 杨立维是已经确定 他是伤病 伤无大碍 他是铁定可以出展杭州亚运会的 那么在剩余的中国女兰的三大主力级别的队员中 武童童 李月如 黄思靖 这三个世界杯拿到亚军时期的绝对功臣球员 他们三个人的伤情究竟怎么样 这一点也牵挂着广大球迷的一个心 那么就在近日晚上我们看到21点钟 中国女兰的主教练 郑威也是接受了央视的主持人 这个瑜伽老师的现场的连线专访 那么在专访过程中呢也是透露了一个意外的决定 那么郑威也是正式的宣布 黄思靖和李月如将正式参加球队16号在清远中心的这样一个集结备战 虽然说两个人距离能够达到出场比赛的标准还有很远 还得一个多月的时间 但是两个人会参加这一次在清远的集训 这也意味着两个人参加杭州亚运会已经不存在任何障碍了 对吧 7月份回归的话 那么差不多在8月份就能够达到出场的水平 9月份亚运会才开始 所以说时间上是完全来得及的 但是同样在近日我们又收获了一个坏消息 世界杯上表现非常出色 帮助中国女兰拿到亚军的功臣球员伍彤彤 在她的左前交叉韧带撕裂完成了手术之后 紧接着近期在训练中又一次又前插十字韧带撕裂 那么这一次撕裂之后刚刚完成手术 她将会百分之百的确定无缘黄州亚运会 她的这个伤病在做完手术恢复起来是非常麻烦 非常时间比较漫长的 这就导致伍彤彤接下来确实对于她的职业生涯 都是一个非常不利的消息 两个前交叉韧带都断裂了 先后经历了手术 那么她的运动能力在手术完成之后 还能够恢复几成 这都要打上一个问号 这对于中国女兰来说是一个很不利的坏消息 对于李孟来说 她作为中国女兰亚洲杯夺冠的第一功臣 她在这个时候就看懂了 对吧 她也懂得了中国女兰接下来需要李孟承担更多 在个别队员音商将会缺席押运会的情况下 李孟需要挑起外线得分的大任 需要分担武彤彤原本那个小钢炮的责任 所以说李孟也将会在押运会上肩负重任 帮助咱们中国女兰朝着最终的冠军而发起冲击